從河窗裡搬出擋路的大石頭 又推了老半天 機車還是動彈不得 最後乾脆拿出鋤頭 開山披露 在印度偏遠山區 想當醫護人員 沒有十八般武藝 還真不能輕易嘗試 這裡是印度中部恰迪斯加爾邦 每誕生十萬個新生兒 就有三十七位母親 死於妊娠相關閉發症 是全國平均值的1.5倍 因為偏鄉交通不便 產婦往往只能在家生產 因應地形 2014年起 當地衛生單位和工藝組織合作 把機車改裝成救護車 這天帶著寶寶搭乘的 是二十三歲的波亞 上一胎就是在家生產 但聽多了其他媽媽的不幸遭遇 這一次他可不想冒險 即使回程來到河邊 必須先下車想辦法渡河 這一路顛簸至少能換得保障 因為家裡有什麼問題 很安靜 如果家裡有什麼問題 如果家裡有什麼問題 所以我自己在家 都保持安全的問題 如果家裡有什麼問題 我們都保持安全的問題 2014年以來光是這一區 誕生在醫院的嬰兒 就已經翻倍成長 從每年平均76人 增加到162人 在恰迪斯加爾邦 目前一共有13部機車救護車 日日持續翻山越嶺 讓更多母親享受孕育生命的 單純喜悅 大家親吻 江玉廷編譯 感謝 día precipam